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结果碰到一个人 就是人家说听起来的 转着弯听起来说了个故事 故事不是故事 是一个电影 是一个documentary 是一个纪录片 大概跟NASA有些关系 他在探讨着时空的问题 这是我听到这个片子 我还没看 但我知道是什么片子 他大概说美国人做过一个试验 科学家们做过试验 说在发现的这个光的速度 就是光所在的空间 可能跟我们人所在的空间是两回事 大概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光是有速度的 当年光是有速度的 这个大家学过基本物理都知道 但是在他们做试验的时候 他说用一个汽车 甚至一个飞机 说飞机飞得很快 车跑得很快 当把他的车灯打开之后 发现车灯前面的光的速度 并没有因为车的速度而增加 一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静止的光源打出的光 跟一个动态的汽车 飞机 它打出的光 光速是一样的 它并没有叠加 光的速度并没有叠加上车的速度 车行驶的速度 或者飞机飞的速度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个结果 可能大家平常还没注意 这个吃惊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有形的物体的空间 肉体 汽车 飞机 那它的速度跟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光的 所在的这个速度不是叠加在一起的 不是我们以为的一加一等一二 不是 但只不过我们人可以看到这个光而已 因为光的出现 因为反射或者折射的现象 那这就是在科学家的眼睛的那个影片里面讲说 那这将意味着光所在的空间 与我们肉体 汽车 飞机所在的空间 不是一个空间 尽管我们可以跟存在着这种与光之间的关系 咱说好了 我没看那个电影 我也没听到最原始的 那高人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我只是那么从别人那儿听到的 但这个说法让我困惑了十多年的一个 一个原来师父讲过一个道理说 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好像稍微有点修行的人都能够 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人体是个小宇宙 那只是解释了说不同的粒子 分子 原子 组成了不同的空间 在人的身体上都存在 原来呢 就是萌萌的听不懂 那如果这个刚才的解释 是这么回事的话 所以我个人就豁然开朗了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光的世界 我们现在看到的以为是属于我们人的 是我们人自己解释的 但它其实是存在于另外的空间的 我们人只不过生活在是一个不同的空间的组合体 我们人的身体也同样是不同的空间的组合体 我们呼吸 我们看不着 就像我们说的 我们的灵魂我们自己也看不着 但我们存在 我们知道存在 我们拥有的只不过父母给了一个肉体的身体 当然这肉体的身体有血液的存在 那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说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气态的 或者是液态的 或者是固态的 是我们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它 其实可能它是以不同的空间的存在形式 汇总造我们人所存在的这个环境 那人的高贵也好 地球的珍贵也好 可能正在于此 所以人是一种 一种这天地间 宇宙间的世界的一个综合体 那它的综合体却跟我们人的灵魂有相关 对吧 跟我们的灵魂相关 只不过是我们的肉体本身的形式固化了 跟汽车 跟火车 跟飞机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固化的 但它的生命形式其实是最低的 而我们的灵魂生命形式是高的 那我们人自己 如果有灵魂有肉体 我们从了一个低的一个空间的形式 与高级的空间形式 我们是融合在一体的一个人 恐怕人的珍贵就在于此 那时代就是变迁的 卡斯特罗死了 卡斯特罗是跟毛泽东 周恩来 这一代人 金日成那一代人 大家看教父二 里面闹革命那一段 古巴闹革命那一段 那就是卡斯特罗 所以他死了代表在那一个时代当中的人 基本全没了 那被人能够记得的可能还有一个基辛格 美国人 犹太人 有个基辛格 那算是那一代时代的人 但是卡斯特罗是比较典型的 所以一个时代的结束 谁 多么所谓伟大的人 他都是一股烟 吹过去什么都没有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其实你就反过来看到中共本身的 这种崩溃的场面 应该是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 跟刘奇有关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这篇报道来自于世界日报 说刘奇这次栽了不是因为王岐山 王岐山跟刘奇之间曾经做过 好像是做过搭档 但是呢 刘奇一家是栽在钱上了 北京城目前的说法说 北京市的副书记李希文 被抓之后为了保命 就全都给撂了底了 当年他是孝敬过刘奇的 现在呢 基本上他把刘奇给卖了 我早跟大家讲过 花钱买的女人就是 要不卖你 对不起你 对不对 文章里这么讲了 说京城出现地震了 原来北京的大佬被抓了 那当初刘奇比较有本事 刘奇是老官了 在李鹏内阁时做过冶金部的部长 那朱镕基的时候冶金部就被撤了 所以他本来是要到 应该到国企当中任董事长 但是他比较会来事 所以他就跑到贾庆林 当时贾庆林任北京市市委书记 他贴着贾庆林上去的 那贾庆林呢 是江泽民的傀儡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在他在位的时候呢 2003年北京出现非典 就是这个我们通常说的SARS 北京出现非典 结果当时的孟学农被点了炮了 但刘奇却没事 孟学农是来自于这个胡锦涛的 所以刘奇的没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江泽民垂帘听政的结果 刘奇是江泽民在垂帘听政当中的第三代官了 也就是前头有贾庆林是了第二代官嘛 他就一排一排这么排下来的 文章讲当年是王岐山接了孟学农 在北京打下非典一仗 那后来王岐山跟刘奇之间有了冲突 那刘奇有江泽民支持又有政治局委员之位 所以压了王岐山 王岐山07年离开了北京市长 北京市市长的位置 没错就这么回事 刘奇这次栽了不是因为王岐山任这个中纪委书记 而是一个钱的问题 那是因为李希文把他卖了 大家伙一块赚钱 李希文是女的 你不能说人一块搞女人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这就是我说的 当反腐与被反腐之间 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也好 权力也好 他无论出于什么客观原因 一定有他的原因 而根本上的是他的命 要想保自己的命 必须要了别人的命 这就是共产党的金科玉律 要了别人的命 才能保自己的命 而今天王岐山要了别人的命 可是都没杀他们 那你留让他们杀你的命吗 所以这中间一定是有原因的 毛泽东是杀人的 邓小平是杀人的 斯大林是杀人的 卡斯特罗是杀人的 但是王岐山跟习近平走到四年 他没杀人 嘿嘿 这是个绝对是个事 绝对是后面有个盖子没揭开 什么盖子不知道 网上另外一篇报道 请不吝点赞人的 北京神秘顶级会所遭到连夜拆除 它表现这个地方叫北京的融馅胡同 融馅胡同呢 是在西单大街上面往南 就是西单跟这个茶安街 西茶安街 那个十字路口那儿 现在咱们不知道了啊 原来有那卖包子的 原来的包子就在那卖的 我不知道现在这包子是不是在那 二两包子一碗炒干 石茶原来说是那地方 那往南 我忘了是第三个路口 是第四个路口了 往南往西门方向走的左手边 应该是路东 叫融馅胡同 融馅胡同多少号 我忘了可能五十几号 原来的四川饭店 四川饭店是因为邓小平出名 叫邓小平是四川的 爱吃那儿的公报鸡丁 他说这个会所后来叫做中国会 那我不知道了 我跟大家说这地方 这个背景的地方 是当初在北京的中共的最上层 就是那应该是包括陈云啊 李先念啊 或者是邓小平啊 他是因为邓小平出名的 就到那吃公报鸡丁吃出来的 好 所以后来叫中国会所 是一个生意人做的 那他现在解释是说 里面的很多家具呢 都是古董来的 被拍卖了 但里面的据说很多房子都已经给拆了 那不知道拆成什么样了 那原来都是凋梁化柱的 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什么样 他这里说的意思 就这个会所最近连夜给拆了 那这个会所呢 有点像 怎么说呢 这个会所的他的身份 他的背景 那他跟中共官二代 红二代的中间的关系 有着一种很深刻的说法 然后他讲说应该是北京最顶级的会所了 我说的意思 这样的会所是很有根基的 但今天出事了 是有一定有着某种原因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